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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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又來玩一拳超人了 哥哥 你知道我們今天想玩什麼嗎 不知道 浩傑出了幾天 這裏 活動 角色試鏈 有一個 豪傑的角色試鏈 前往挑戰 裡面有十關 過了這些關 有不同的獎勵 最後一關就是豪傑 這關超難打 我已經試過打 就是打輸了 我們現在嘗試用一些 矛招 去打贏他 這個矛招是什麼呢 因為進去打 他前邊會有 深海王 後邊會有 豪傑 前邊開盾 後邊的豪傑就硬到爆炸 總之怎樣打都打不入 還有他的輸出 他的輸出 大概是 五百萬一拳 我應該捱到五彎至六彎 就會輸了 所以我現在就打算用清炎 加極限閃電 不停踢運他 用這個招數 看看可不可以挑戰成功 好 首先我們找清炎出來 清炎 找到了 好了 現在就要配一個叫做 是否效果名重 效果名重 是 就是禮服套的 好了 隨便穿一個禮服套 禮服套就是 將攻擊主目標的減影效果 就複製給同列的敵人 咦 同列 同列 是不是就是後排 是啊 但是極限閃電 那個都要穿禮服 因為他踢暈暈 是啊 踢暈他就 希望後面都暈暈了 是啊 是啊 但是速度可能要快一點點 現在就希望做到這件事 就是 不要緊的 可以手動玩的速度 沒有所謂 因為我都沒有速度裝 其實 好 希望今次可以踢暈 是啊 那就試一下我們這個茅礁 成不成功了 好 那就好結好鬼難打 那 一定要上就是 毛筆頭 即極限閃電 和清炎 一定要上的 哦 已經上了 原來 現在就要找人物 配合核心 正常打單體 要高輸出 那就要甜美 和獸王 那薑絲 就給他打 豪傑就一定要上 因為豪傑上 其實只是給他拿獎勵 那 試一下這樣擺 咦 我想想一下 清炎 要不要開他兩星 令他的火可以傳給隔離 不是的 清炎的被動 是將 如果敵人的火消失了 就會傳給後面 第二個敵人 隨機 哦 不要緊 我們先試一次 如果差了 我們就升他兩星 回來再試 好 那單體輸出 大致就是這樣 一束豪傑 應該都不開的了 要留給清炎開 接著極限開 第一回合就讓他的 踢運他先 那就打他一個耐箱 拿點 是啊 那這裡就應該沒有盾 沒有盾 就開 就拿不到多一個點 不過不要緊 先試一下 小前美開大 後面那種好激 好 那第一下就普攻 薑絲也是普攻 對 楊獸王已經會拿 那 那 那我們就 我們要留四個點 清炎和極限都要開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開 再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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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清艷 100%機率 主目標卓銷兩個回合 清艷100%燒 然後 極限閃電 100%暈 所以這個組合都頗屈肌 現在看看可不可以把雲傳進去 比較豪傑 因為如果這下不行就失敗 因為 豪傑下 然後到豪傑輸出 一拳就500萬 應該只有一兩隻可以頂得到 嘩 失敗了 那就輸了 再來個 好 好 這個是很薄 運氣 大致的流程就是這樣 那就 就儘管嘗一下 再來 燒就是100%燒的 都是100%暈的 那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撐了它可不可以 用那個禮服套 將它傳染了給後面的豪傑 讓它兩隻一起 得了 得了 得了之後 就可以試一下這樣 都是輸出 我們要留下兩點 四個點 普攻 不用 因為正在燒 正在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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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燒已經可以 是扣好少 好少 還有電腦都設計 它做好 這樣 又傳染了 好 今次這次 其實又要傳染了 否則 又是一拳死 傳染成功 抵抗了 還有它每次大忌都會回血 這個真的 好好好難打 一定 嗯 證明這個構思 其實 應該可以的 但是就 沒有運氣 這次就 以前試過 對其他BOSS 英雄成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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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 有沒有辦法 令它的 令它的 命中效果 增加呢 我們有沒有命中效果 要禮服套的效果 什麼叫做 禮服 禮服 沒有所謂 哪個都可以 就希望 今次每次都可以這樣做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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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結的打技 真的很屈肌 打得又多之餘 又可以幫自己回血 還要電腦設計 去到禁肉 這個真的好難 對 如果 禮服 會 那 全驗了 希望今次都全驗 全驗成功 好 輪了一回合 是雲音匯合 現在就開始輸出 其實我不應該給豪傑開 單體輸出最高是殭屍和鹹尼 所以給他們開 要很快地解決到深海鑊 才可以打後面的輸出 因為還要考慮到其實只有10個匯合 對 很多運氣之餘還有很多輸出 所以這個真的很難打 嗯 還是普攻 還是被CV踢的 好 又挖了他一個回合 好 那就六點都是跟剛才一樣的了 殭屍就輸出高的就67了 那甜味就抖後邊 哇 但是你看看條血呢 都是不動 都是九成而已 所以可能就算用這個方法 我的甜味輸出不夠高 最後都是沒有 哎呀 慘啊 怎麼了 心海鑊沒有火啊 傳染不了啊 哦 咦 為什麼沒有火呢 哦 就是說第二回合 其實又要留多兩點給青鹽再燒過 哦 是不是這個意思呀 應該是呀 試一下 焦劑 哦 熊潔又出手了 九百六十萬 神經病呀 大佬級別 因為燒燒是兩回合而已 所以第三回合我們又要記住 凡親單數回合呢 好 雙數回合就可以輸出啦 單數回合就要留4點給青鹽 好 雙數回合就可以輸出啦 單數回合就要留4點給青鹽 這個就要控制得很好 不可以浪費很多點 一定要留好 傳染成功 希望這次 好 試一次啦 不行就算啦 其實還是玩一下而已 只要你的鐵尾和獅子的輸出夠高 正常就可以用這個偏方打敗它 如果要靠實力打敗它呢 我想 其實官方出這個策定是有些問題的 現階段應該沒什麼人可以打敗它 因為它實在太高輸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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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部分又可以輸出啦 對於一些低戰力呀 對於一些低戰力呀 所以它就是有些低戰力呀 它就能打到它 它很硬的 你看它的血都還沒扣到九成 也沒有扣到一成 已經第二回合了 第二回合可以… 再擊一下 再踢 屈了兩個回合 第三回合就要留4點 都是殭屍開 全部普攻前邊 身上沒有火 所以又要燒它 這個真的很需要官方去改強它 或者要殭屍藍很高的輸出去殺了它的深海鷗 令到豪傑每次都暈 好啦 那就玩到這裏 就不玩了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正常的輸出隊會是怎樣 這樣打敗心火辣閃光 這個真的是很強 一拳七百萬 但是我頂到的後面 這隻打擊我160萬直接死 這個真是太難了 姜思藍起身擋住心房 每個回合慢慢輸出就會補滿血 可以頂得到浩杰那一拳 現在是時候補滿了 但是他真的很厚 而且他的接抗你打到非補擊他 他頂三成其實是真的好 你這樣慢慢磨他也不是辦法 大腿補血 他這隻是不補血的 如果補血就沒得玩 他應該不補的 如果補血就沒得玩 他已經幾千萬血了 你看到現在 你看到我們可以頂多幾個回合 就不會看她可以頂多幾個回合 嘩,他真的會補血 這隻薑絲男還要死 我們應該頂到六七會 就頂不住 完全是打他不動 而且他大技 補血真的太矛 基本上是沒什麼打 打了半條 接著就打到半條 應該 裂拳應該死得了 剩下萬牛的心 還是頂不住 好,失去了 好,這個方法是給大家玩一下 大家自己試一下 好,抽了浩傑閃光一段時間 現在就打到競技場 就這樣 先試一下 好,前面那些 其實 50名以後那些都隨便打的了 所以 不看什麼陣容 打吧 好,看一波三 帶走他多少 好啊 好啊 都浩傑了 浩傑一拳 打多少呢 三百萬 幾乎清場 我這麼說 是啊 現在都是 過浪和浩浪的天下 而且 差不多三四天 可以打到這麼高的傷害 其實我覺得很強 是啊 因為他的能力是手工 180% 搞定 沒什麼難度 一百名以後那些都 所以都是隨便按 單手拿大盤 打誰 看單手拿大盤 看他的陣容 是啊 一波流 核彈傑 核彈傑 跟他打 核彈傑 試一下 核彈背心 再加傑 應該是攻擊傑 但是他還沒封我之前 我暫時看到我可以開兩隻 那背心和這個金屬騎士 我就不夠他衝 所以我的閃光 我追不到這兩隻 我三兄弟都出到 三百三十的餓狼 閃光已經都過一百萬 一百九十萬 來 好厲害 一百八十萬 咦 又不是太多了 哎呀 煞不到他這隻 專門二百五十萬 都不夠我們 我狼多 糟了 站不穿 那隻 這隻 這隻 因為有背心的盾 幫他打 是啊 他有背心 不要緊 不要緊 這隻閃光太高傷了 這隻閃光太高傷了 好 搞定 然後 然後 這隻閃光太高傷了 這隻閃光太高傷了 因為五十萬 以後 就開始有難度 有些強 這對手 我們可以 黑竹 黑竹也有豪傑 有豪傑 他有背心 他有背心 咦 這個陣跟我一樣 是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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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打這個 嘩 速度全部輸了 應該輸得很慘 葉浩 如果你獨角仙 你可能一招 嘩 他獨角仙 都比我的閃光還快 不是吧 嘩 獨角仙也快 嘩 嘩 這個人應該全場出腳 好厲害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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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應該贏 好 因為他 因為你的獨角仙 都幫忙快一點 好吧 那他一波帶我不走 就可能一波給我帶走 不行 不行 他的獨角仙 如果我解決不了他的獨角仙 我就會輸 還有兩隻 有機會 搞定了 那我有機會 我就一定贏他 那是殭屍 大逆轉 那是殭屍 會補血 那是殭屍 那是殭屍 就看奧龍龍閃光 好 我佔力低他二十多萬 這場很精彩 這場 一樣震用 是吧 是 幾乎比他清場 還要是 壓到性的速度 好 接著打誰 兩場 打上去吧 不如打些有幫股的試一下 好嗎 好啊 還是你想打浩傑 還是King 我想挑美少女戰士太平 好 豪傑 好 其實呢 我這個隊 因為沒有背心 所以其實都幾怕 一些有背心的隊 因為背心呢 他有三十部隊 加上豪傑的被動 其實是等著你到我條命 我兩個傷口排好 我閃光打前排的 然後 有一招魔龍進去 希望他會盡量隊 他的背心隊多一點 哇 輸了 應該輸了 他的背心很厚 已經可以看到了 看不看得到 他的臀部 有排都沒爆 很厚 只是看這點已經知道會輸了 這拳頂不住一次 後排先 好 算了 823 是背心很厚 所以背心專武也有什麼 原來他們都很高智力的 看看還有什麼人可以打蚊子怪 打蚊子怪 要Boxy Boxy 我不想打他 背心 打蚊子怪 我都應該贏不到 我都應該贏不到 他已經900萬了 五星的核彈傾 試一下吧 好啊 核彈傾 雷博士是 是自己做的人 終於 終於 打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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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萬 打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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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loh 我的閃光就很厚 壓海都很厚 所以 傾斥真的要 收穫得很厲害才會緊 還有傾斥一定要搭金屬騎士那些傷害傷 想受傷 我只是靠閃光追 追 連英九 而且你的毒仙也很厚 帶了他的鱷龍也很重要 看到他的鱷龍不再上Buff 會扣少很多倍 會扣少複雜 變成King的威力很大 King和閃光的單挑 我就是這次了 僱私是很高峰的單體 對呀 單體300% 兼補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閃光和豪傑的日常 OK 下次再看看拍什麼影片 拜拜 拜拜 我會不會有一個人 我會不會有一個人 會不會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